现在不是过年过节 就是外出就经常搭乘坐交通工具 比如坐小车 车顶很矮 不足以让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不是念完礼佛大餐后 不是那么大行普天普大站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在车上又站不起来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请师父开始一下 这个方法很多的 有时候稍微人动一下 往上提一提就坐下来了 菩萨也知道 师父有时候也这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的意念让自己站起来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如果念礼佛的时候 我本来一直跪着的 那我念完了这个南谋大行普贤菩萨 我师父还要站起来 嗯 还是跪着一直跪着就可以了 嗯 实际上呢 实际上能够能够站起来一下呢 也好 应该呢 因为三乘臂啊 就是大家可以站立 实际上呢 就称为之后呢 你站立一下呢 也可以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呢 你就拜三拜 也跟灯 等于站起来一样的 哦 听着懂吗 好 你这个可以 就是给 拜上拜 你这个可以发在 发在群上 让他们知道一下 因为你不问 嗯 其他人都 我都想不到 告诉大家 那有些人呢 年纪大了 他爬不 爬起来很累 你就告诉他 再拜三拜 就是相当于站起来 啊